人标题长没报提力热吧有心恋情零点发文称 它背后有男人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 年尾传出的最为震荡娱乐圈的大事 就是杨幂与刘凯威离婚了 这件事情让所有新闻的娱乐版 整整热闹了小半个月而在近日 杨幂的嘉行传媒内捧的小花好闺蜜迪丽热吧 却被杠媒传出了有心恋情 这是怎么回事 榜媒一直对迪丽热吧颇为关注 在最新的报道中用心恋情曝光迪丽热吧 泄密床上有男人的标题夺人眼球 内容是迪丽热吧近日里拍摄的一个短片 报道中称迪丽热吧在拍摄短片中 却不小心泄露了身后的床上躺着一个男人 此报道让港媒颇为兴奋 竟然在零点发文起时 这个迪丽热吧新恋情 背后有男人的传言 在昨日的时候就已经被很多自媒体传播了 只不过当时自媒体们用的都是背后有男人的字眼 而到了港媒这里就变成了床上有男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的结局片段 胖迪在镜头前面做着各种蒙泰的表情的同时 可以透过一旁的缝隙 看到后面的床上确实有一个像男人的人在躺着 貌似还拿着平板电脑在看着什么 但事实上真如港媒所说的那样吗 实际上这个视频片段在发出之后 方间就已经有粉丝指出迪丽热吧 当时拍摄了两个片段 一个是有经纪人薛丹在的时候 另外一个是经纪人薛丹不在的时候 很显然粉丝都认为迪丽热吧背后的那个人 是其经纪人薛丹 要知道迪丽热吧的经纪人薛丹 是一位胖阿姨短发乍一看 确实很像一个胖哥 不仅如此当背后有男人的传言四下传播的时候 胖迪的粉丝们都坐不住了 纷纷跑到源头处去询问背后的男人是谁的时候 就已经有粉丝辟谣称背后的人是经纪人薛阿姨并且 我们看迪丽热吧身穿同衣服装在同一天拍摄的片段可见 当时迪丽热吧周围有着很多工作人员 可见这几个片段都是当时在工作室拍摄的 里面工作人员众多有男有女 因此就算背后的人不是薛丹 而是一个男性工作人员的话 又能说明什么呢纵观此次背后有男人的世界 感谢观看